HELLO 大家好,我是Sooanne 今天會跟大家說一下我過去兩三年來夏天用過的粉底 頭五支我自己最喜歡的 其實這五支在我過去的影片都有出現 有些是測試一天,有些是合作片 也有些是最愛的影片出現過 總之全部如果你一直看我都會見過 所以這次就不會逐之逐之試上面 因為很多都在之前的影片裡有試過 我會把所有在這條影片裡提及過的粉底 相關影片放在下面的Info Box 或者放在上面的連結 總之你們一定會看到上面效果 先說了我今天面上用的粉底 是Armani的Power Fabric 這支是我的第二支 因為第一支好像用剩了這麼多 但已經延長了,所以我就換了這支 稍後再跟大家分享前陣子 其實前陣子一直都很興奮的 這個Power Fabric的黑色 它是一個Foundation Balm 它不是一個Cushion 我們先說了這支 它的遮瑕度是十分之高 而且它現在出了很多顏色 每一顏色之間的差異性會比較小 所以你一定會選到一個最適合自己的顏色 它塗上臉上的負擔感很輕 很不像用了一支這麼高遮瑕度的粉底 但當你真人看著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它是化妝 它是一個很完整的底妝 而不是很自然、很輕薄的底妝 但用的時候在臉上 你又會覺得它很輕薄 而且它塗上一層 其實已經有八成以上的遮瑕度 如果你再加第二層 在一些瑕疵高的地方已經足夠 千萬不要再全面加第二層 否則它真的會太厚 亦有機會會出現激粉的情況 我覺得它的貼服度亦相當高 全日出完街 它的整塊臉的妝感 其實都會很完整 特別是修飾毛孔的能力 是我所有用過的粉底液中最好最好的 它真的一塗上去 連我這些超級大瑕疵的皮膚 即是凹凸凍或毛孔的位置 都會立刻撫平很多 當然不會是沒有了 一定是看到的 但真的會平過你用其他粉底很多 持久度方面 它其實都會起碼有八個小時以上 其實我今天說的每一支粉底 在我身上的持久度 都會有八個小時以上 而它會不會有出油的情況 會的 就算它出了油 你用紙巾印一印它 都已經不會有脫妝 或者是卡到一塊塊 涉粉 浮粉的情況 是不會的 所以我自己如果是要去一些隆重場合 我希望妝感是很漂亮的 其實我就會用它 另外它的妝感方面 它看上去是半霧面的妝感 如果一定要說 其實它是偏向霧面 但就不是那些死 它出油之後 整個臉的感覺 就會多了一層光澤感 會比起它剛剛用上去的感覺 沒有那麼多面具 是會自然一點的 順便說一下這個Balm 其實這個Balm 我自己都不可以說是很喜歡的 因為它最完美的妝效 是用它再加它 你是沒有聽錯的 全面薄薄的上一層 Power Fabric之後 再在你需要重點遮瑕的位置 特別是你的毛孔位 或者是你泛紅的地方 我用這個Cushion粉泡 去沾一點這個粉餅 去上在這些位置 或者下巴多印的位置 或者好像我這邊多印的位置 再加一點 就會是一個接近全遮瑕的底妝 我想真的可以遮到95%以上的一些瑕疵 是真的很漂亮的 但我自己試過兩三次這樣用 晚上卸妝的時候 一定會出粒粒的 因為真的太焦了 我自己覺得在我身上 真的會生涼的 是沒有辦法可以這樣 日日用出街 而且你正常都不需要95%的遮瑕 但其實它就算這樣加完 都不會覺得厚 我單用都試過幾次 如果在你皮膚狀態很乾的情況下 單用其實是不會好看 因為它不會很貼粉 所以其實它不是一個很適合 乾性皮膚朋友用的一個粉底霜 即是它不同日系彩妝那種 但如果你皮膚狀態是正常的情況下 其實我試過都可以保持得很好 而且它遮瑕度是沒有POWER FABRIOR 這支粉底那麼高 即是如果這支有八成半 我覺得這個其實也有七成多些 但如果你那天的皮膚很油 或者你夏天很容易出日的情況下用 它也會融的 它也會溶到消失了 因為我跟HAE MAN用它 都試過用十個小時之後 即八至十個小時左右 它會整塊粉好像不見了 即是它不是溶到一塊浮粉 它是消失的 所以我對它的評價 我是下不了一個我喜歡它的評價 但你問是否值得買呢 如果你是很追求一個很完美的底妝 如果你想再加上碎粉 其實你可以試試它 因為用完它就不需要用碎粉 其實用POWER FABRIOR 我自己都不會全面上碎粉 只會再重點在毛孔或鼻孔上碎粉 其實其他位置我自己都可以不用加碎粉 至於適合的膚質 我覺得如果你是油性皮膚 混合性皮膚都絕對沒問題 如果你是乾性皮膚用它 其實在夏天不會覺得乾乾 但秋冬那些我真的用不到 而且我自己在秋冬都已經不會用這支粉底 說完都是很明顯的粉底 就順便說到Estée Lauder Double Wear 大家前陣子都看到我跟他們拍過一條測試一天的合作片 那條其實都很完整地說過它的妝效和特性 我會拿它來跟POWER FABRIOR 好像比較有意思 相對之下它看上去的厚重感 真人會感覺比它更重 而在用家身上 即是在我自己身上 我都覺得擦它的感覺 會比起擦它的感覺更厚重 至於遮瑕度方面 它的整體 例如修飾皮膚紅印 或各類型色素的遮瑕 其實我覺得它的遮瑕度是比它更好 但平伏毛孔 或者令整個皮膚的質感提升 POWER FABRIOR是絕對做得好 比Estée Lauder Double Wear 好 但它有什麼更好 它的胸油度會比Amane的POWER FABRIOR 而且它黏著臉上最黏緊的程度 其實它是比較強的 例如我現在覺得這裡很癢 我用手按一下它 如果用POWER FABRIOR 你會覺得好像會掉了一點 不論過多久 不知道為什麼它都會很容易壓到胸部 所以你要用手推開旁邊的粉底才可以 但Estée Lauder的Double Wear in Place 是不會有這個問題的 即使你有多久 即使你平時設定了碎粉之後 只要用手按一下它 它一定是安然無恙的 而且它抗汗的能力也很高 會長時間室內活動 我會選它 而不會選它 即使我去活動或拍照 想真人的感覺 底妝更漂亮 那我就會選它 但如果你是外面活動 我就會選它 擠出來的流動性 其實不算很低 但你看到它推開 其實都偏向厚的 它真的蠻滑的妝感 但也不算像你塗了碎粉那麼滑 但在我今天說的粉底裡 它應該算是最滑的 第三支要說的 也是我介紹過很多觀眾的 MAX Studio Fix Fluid Foundation 這支我覺得是一支一年四季 任何膚質應該都用到的粉底 因為好像剛才那兩支粉底 其實我不會在冬天的時候用的 但這支我自己都可以在冬天的時候用的 因為它塗上面的時候 我完全不覺得它是霧面 其實它基本上是一個比較自然的妝效 如果你出了油之後 它就會有一個真正可以做到奶油肌效果的感覺 這個我應該在和MAX的合作片中 應該也有說到的了 另外它的色號是非常多的 你一定可以選到一支自己適合的顏色 它也有防曬 是做SPF15和PA++ 剛才Power Fabric是有SPF25的 而Estée Lauder的Double Wear Stay-in-Place 就是有SPF10和PA++ 如果是夏天的話 絕對可以耐用到8-10小時 如果是冬天的話 它甚至可以耐用得更久 而且我在冬天使用它 其實真的不會覺得乾 它修飾毛孔的能力 就比起Power Fabric是沒有那麼好 但它跟Estée Lauder的Double Wear其實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它是一個功能性 比較全面的粉底 如果你說你不喜歡太霧面的 那它就不會太霧 如果你說你不喜歡太亮亮亮的 它也不會太亮亮亮 它真的要出油後 才會有那種冷油肌效果 另外它遮瑕度方面 就沒有我剛剛說兩支那麼強 其實如果你說單上一層 它遮瑕度就大概到七成左右 再建立的時候 它也不是很美麗的 不會看起來很厚很Cakey 它塗到第二層的時候 遮瑕度就可以到八九成左右 另一方面它的流動性 其實相對於Estée Lauder的Double Wear 和Amani的Power Fabric 你看到它是流動性大很多的 基本上我沒有介紹過這支粉底 給任何人 他們最後是不喜歡的 相對之下 MAC這一支 我覺得我每天用都沒有問題 因為如果你不需要遮瑕度那麼高 其實你塗一層 它都可以有一個很完整的妝容 好 接著會到一支相對比較薄的粉底 這支是Lancum的Tone Adore Ultra Wear 也跟他們拍過一條合作片 這支粉底我真的介紹過很多人 但它的色號選擇比較麻煩 沒有記錯 如果你皮膚是比較健康膚色的女生 選擇它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它只有比較淺色的粉底 是比較多選擇 你看到它都比較流質 另外它推開了之後 它真的可以推得很薄 另外它有SPF38和PA3加 所以在防曬系數上 它跟MAC都做得比較好 它用上臉上第一層的感覺 是很輕薄的 是我剛才說的三支粉底裏 這支是最輕薄的 它跟我來講講 上次最愛影片出現過的MAKE UP FOR EVER 其實在臉上的輕薄程度是差不多的 但這支是比較自然妝感 但現在說的這支LANKUM 它是比較霧面一點的 但還是放心它不是那種死膜的感覺 其實我是不喜歡死膜的粉底 因為我本身皮膚瑕疵比較多 它塗完之後 反而會更加突顯我的瑕疵 所以也不用擔心 這一堆全部都不是死膜的粉底 它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的感覺真的很薄 遮瑕度方面 也比我剛才說的三支低 但比我剛才說的MAKE UP FOR EVER 又會再高一點 所以它遮瑕度暫時是排第四 如果上到第二層 其實它的遮瑕度都可以去到八九成 而且我自己最喜歡的那種感覺 其實它也不是很挑膚質的 除非你真的很乾的皮膚 或者是很冷的時候很乾燥的時候 我就不會用它 如果問其實大部分天氣和大部分膚質 或者我大部分的情況下用它 都不會出事 或者你覺得MAKE那支 都是略嫌太厚重的 你可以試試LANKUM的這一支 但LANKUM這一支 如果你在比較乾的地方 例如鼻液兩邊已經脫皮 那些情況 反而MAKE的這一支 會保濕過LANKUM這一支 這一支可能真的需要你完全不會脫皮 的皮膚用才沒有問題 但它普通平復皮膚 或者是修飾、色素、瑕疵方面 其實就做得不錯了 最後最後說的是這支MAKE UP FOREVER 其實在上一條最后影片裡也有出現過 那我就不太詳細說了 但簡單來說 它就是今天介紹這麼多支粉底 單上一層遮瑕度最低 還有它在我一些乾性皮膚的朋友身上用它 都是沒有問題的 他們說夏天用它都很舒服、很持久 而且整個感覺都很薄、很貼服 亦都不會有激粉、浮粉、染色皮膚的問題 但由於它真的比較低 如果你皮膚需要更多遮瑕度的話 就真的需要上兩層再加遮瑕膏 才可以遮到所有瑕疵 但剛才那些上到第二層 基本上都不需要再用遮瑕膏 除非你真是很深色的暗瘡印 另外它整體的表現 其實不會遮瑕膏或遮瑕膏的能力特別高 其實都沒有 它是一枝每天的粉底 如果你不需要上鏡或出席一些隆重場合 你不需要妝感很完整的話 其實每天用它都會很不錯 另外就是它的持久度 在一個這麼流質的粉底來說 我覺得已經是很驚訝的了 它是很髒的 但它反而沒有Lancome那枝那麼有流動性 它推開的感覺是比較奶油 沒有那麼膏的 以上就是夏天我最喜歡的五支粉底 以及它們各樣的特性 如果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thumbs up 有什麼video request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希望我在生日前可以再拍幾條影片 之後都可以陸陸續續有片出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看看 如果大家分享我的影片 就會互相信 然後等等 這個影片 是太陽 我們下條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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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